欢迎收看标股极先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Bella 我是钟翔老师 节目开始之前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钟翔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 老师会找机会帮您解答 那今天回到太古大盘 今天有回档修正的趋势 太古跌了80多点 那老师IP族群的走势如何呢 IP股在今天来说 很多同学都想做当冲 但是开低走高 你又去追高 尾盘又杀下来 没错 同学不能这样子做 那今天IP股还算蛮强的 不过几乎都杀尾盘 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今天大盘跌 那你早上去追高的人 你如果要当冲 你一定是尾盘卖掉 或许也有一些法人的卖单 对不对 那老师早上拉上来谁拉的 我怎么知道谁拉的 很好玩 所以同学不要追高杀低 我昨天有讲云豹 我在Telegram里面有写 我说云豹太扯了 赔钱的公司 这执政党太厉害了 以前搞个高端 现在搞个云豹 我说真正 如果你要做这个节能概念股 太阳能概念股 对不对 像达能 国硕 茂迪 茂迪以前九百多块 现在跌到二三十块 他公司又不是要倒掉了 对不对 买这一种还比较安全 你看一下今天云豹 是不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所以同学 在这里我们这样讲 股票市场 当然有人炒作 我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要炒在最后一半 那你就衰死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是不是开低 没错 又拉高 没错 最多跌两百多点 收盘还跌八十点 对 对不对 3443 今天有同学问我 老师是不是限股当抽 我说限股当抽 你要开盘就买 是 开低你又不敢买 拉到盘上你又想买 买了又想说冲高 结果咚咚咚又回来 对不对 你去追在这里的人 你这里不是就砍掉了 没错 对不对 6531的爱譜更好玩 开盘382 老师昨天是写382 很多都不敢买 来到385386才去买 结果来到391 391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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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盘谁卖的 张数不多 我告诉你 有可能是法人卖一些 也有可能当抽的卖一些 对不对 3035的资源 也是开低走高 也是杀尾盘 对不对 但是有一支股票3661 今天爆大量 它是杀下来再拉上去 再杀下来 它是拉尾盘 今天爆大量 老师一直在想 这支股票跌到什么时候 还真的跌到这里 真的 跌到这里 有一些融资要追缴 你就砍掉就算了 叫你们不要用融资买股票 那你要就砍掉了 对不对 你老师不是带你买3600 买3100 对不对 2000多块买 现股票 今天爆量 上次爆量之后就涨了 这一次爆量也是涨 现在又爆一次量了 所以它会有下一波的涨势吗 老师 最少不会再跌 最少不会再跌 匆匆都可以做了 因为今天拉尾盘 所以同学在这里你要懂 3105的文贸 不是也拉尾盘 没错 对不对 没有每一支股票都要跌的 2388的威胜 今天拉上去又被K下来 量不够 底部就在这里了 差不多了 就在这个点了 搞不好又开始拉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不要杀在最低点 这个有没有跌 也都走在这里 横盘 没有量 你要有什么好做 老师 还有同学问我 老师我今天要当冲青国官 我说你真笑 怎么说 30几块的股票 你冲一张 就算你赚个五毛钱 也没怎么赚 你冲个10张 不见得好买好卖 没有量就不要玩 对不对 6869 云霸 云霸 老师我开盘去追涨停板 收最低 不管你买在哪里 你都赔钱 除非你买在收盘 是 你买在收盘 你要保证明天不会跌 对 现在看起来有点危险 明天改不好 就开低走低就下来了 对 老师在贷款里面跟你讲 像比如说 3686达能 达能以前好公司 现在才20几块 你看不是涨停涨停 对不对 老师告诉你2406国硕 是不是也涨停 没错 这才20几块 6244的帽迪 你知道以前多少钱吗 多少 990块 现在只剩30 对啊 来我们给你看它的月线 我那时候在做帽迪的时候 每次做每次赚 我们看一下它的月线 同学你不要不相信了 老师讲的话你都要信了 哇 这里是990 哇 嗯 差很多耶 差了30倍 这里是990 老师为什么这里 360不对 因为它后来有减资过 又有出全息 这里的股价你去查一下 是990啊 是 对不对 同学 我们在这里跟你跟同学讲的都是实在话 我们看一下 6531的爱普 对不对 你说这个月的月Q线是红的还是黑的 这个月 保证红的嘛 是 因为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嘛 对 明天就算跌停板也不会破这个地点 对对对对 对 来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 是不是周线开始翻多了 对 这个月的开 这一周的开盘价多少385 是 对不对 今天收381.5 那明天收盘价 你认为会不会收到385以上 有可能 就今天跌成这样了 对不对 有可能 你都不要买卖 你就看它会收到多少 对 你不要在那边一买一卖就好了 来看一下 所以同学在这里真的不用做过度的担心 是 周线 在探视线 对我跟你讲啊 这里不会破了嘛 这里上来就代表它不会破了嘛 是 今天 今天量缩嘛 尾盘收低也是合理的 今天如果收在390以上 我倒觉得如果今天2000多张收在390以上 那机会还不大 是 除非今天有4000张 是 如果今天4000张又收在380以下 那就代表很多很多人都卖掉了嘛 是 我问你 今天价差那么小 大概不到10块钱 是 就要被冲来冲去 同学不要乱冲了好不好 股票不是让你乱冲 我跟你讲 6869 云豹 云豹 跟高端一样 是 对不对 高端从40块炒到400块 是 云豹呢 是因为政府炒作的关系吗 就是乱搞嘛 反正股票市场 你看执政党怎么搞 我觉得这个执政党太厉害了 云豹小公主 选也没选上 他其实他不要选上 就是星光小公主 云豹小公主 赖小姐 有没有 选立委没有选上嘛 对不对 你看高端 高端跌的什么样子 当初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都在炒高端 是 高端待好几个 查一下 没有赚钱的公司这样炒 真的有一套 6547的高端 对不对 50块 你知道高端炒 你知道高端炒到多少 我们看一下月线 高端炒到400块 那边是400 这边是400 是 这边是400多 真的400多 哇 现在剩50几块 对啊 这里到这里炒了快10倍 是 跌下来刚好跌 10分之一 是 对不对 当初就说 我们不要买 不要买国际的疫苗 不要买 BNT 要用高端的 总统还带 带头去打 打高端 结果呢 你们去买的人不是 这个出国回来以后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好 我这样讲了 我对他没有意见 是 我也不会去放空的 是 空单都是蛮多的 是 老师他搞不好又这一波也炒到400 那如果炒到300 400你不下车 搞不好就到时候变30 40 是 没赚钱的公司这样搞啊 太厉害了 好 有没有股票的问题 有 老师第一题2388的微胜一直跌要怎么办 我问你 他有没有破这边低点 啊 破了 等一下 好 他没有跌到这边低点 没破啊 还没 哦 还没破 再拉两根涨停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破这个低点啦 是 老师他什么时候会涨 什么时候会涨 下半年了 下半年开始 下半年应该 这边打个底应该就会上去了吧 是 不过这一波上来哦 如果再开始冲高的话 明天应该就会涨了 明天 是 你看今天今天今天有没有要跌的样子 没 还好 哎 杀低又被人家拉上来 杀低又被人家拉上来 又被人家杀低 对 今天一定有人去当冲嘛 嗯 你们就喜欢冲嘛 哎呀我们今天8054的安国卖掉了 开盘就吗 开盘 嗯 卖在一个很好的点 好 为什么 这小赚啊 啊 不是赚很多啦 为什么 因为他要出席了嘛 出席了 嗯 我们做这一支还好啦 是 每次做每次赚啊 都有赚钱就对了 都有赚钱了 好 注意看了哈 好这个这一支今天有下影线 而且 本来哎 他本来都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嗯 今天是 开低 杀低 又给人家拉高 又杀低 又拉高 我问你啦 是 这尾盘这谁买上来的 是 外资吗 我不知道是外资还是实在 反正尾盘有人买上来 是 对不对 啊 有人买上来就代表说底部就差不多 就就就就在这边嘛 差不多 嗯 好 我本来在想哦 这一波杀下来 哎 其实今天从这里跌到这里快跌一半 对啊 我问你爱普有没有跌一半 爱普如果是555跌一半的话 应该是跌到200多 对 爱普没有跌一半 他跌到350就不跌了 对 对 350就没跌了 没错 对不对 3443 有没有跌一半 没有啊 1800跌到1100就不跌了 嗯 对不对 所以啊 同学要做当冲啊 不要盘冲在下决定 哎呦 拉上来好兴奋哦 我买一下 结果后尾盘会拉到涨停板 你想太多 你想太多 会涨停板的早就涨停板了 是 6244的帽底 人家会涨停板早就涨停板了 是 240 06的国硕 会涨停板早就涨停板 是 啊 这都做太阳狼的 对不对 买这种股票 我告诉你不会倒 冒底以前900多块 990 对不对 现在多少 现在剩下 30块 你以为他会跌到哪里 你随便 你随便讲 而且 他有量有价你还跑得掉 是 对不对 做股票就是有量有价跑得到就比较重要 我们看一下 他昨天就开始已经不跌了 是 今天爆大量 是 老师明天会再涨 我认为这个量没有失控 看一下筹码 老师会写在跳一棍里面 跳一棍 W1788标股起先锋 好 来 下一题 8454的富邦媒 今年都不怎么涨 卡在420到450都怎么突破 怎么办 就就在这里啊 就怎么办 你就不要动啊 你如果套牢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出啊 因为他也他也不动啊 你看量多少 400张 是量蛮少 对不对 你套在很高点 那就那就那就抱着吧 这种股票不能 当冲也不好做 是 他我认为他有机会到475到500之间 是 说不定气氛好一点上去 今天大凡跌的跟猪头一样 他没有他没有跌 是 没有他没有跌 就代表说 筹码都已经安定了嘛 是 安定了你就不要动行不息 好 再来 好 下一题 6531爱普 这个很多人问 有人买在490 有人买在396 那这两个价位有办法解套吗 396 搞不好明天就解套了 问那么多 那490块的人 你看今天最高要掉391 对 对不对 没错 对不对 490 老师 你加入我的Tagone 我跟你讲这一支最少最少下半年看500 是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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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抱着嘛 抱着 不会冲就不要冲嘛 这哪一个猪八戒早上开盘卖掉 一看哇拉上来我又去追 我叫同学抱着不要动 是 你一去追 尾班又收最低 嗯 对不对 啊 有同学 手在有两张的 啊 我先卖掉一张收盘再买回来 也可以啊 嗯 对不对 老师卖掉飞掉怎么办 不会啦 现在大牌没那么好 是 那 如果你要做当充 开低你就买 你赚 8块钱你就卖 是 不要客气啊 对不对 有赚就卖 卖了以后你就没事没你的事 你不要中间在那买来买来卖去 卖来买去买来卖去啊 艾浦今天有消息出来 老师会写在推文里面 是 再来 好 下一题 6274想问台药7月有机会上200块吗 嗯 台药也是差不多啦 不过它是缓跌 是 缓跌你就要有一根带量的红K 是 不过今天大盘跌成猪头一样 它也没怎么跌 是 代表 这个筹码也算安定 对 啊 我跟你讲啦 像这一支啊 它一定要跌到出量 嗯 你看 每天都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几根可以开 12345 7根 7根 7根是不是7根 6根 6根 那明天会止跌反弹 是 先看反弹好不好 不要太兴奋啦 哈 不要等下开高又去追 尾巴又去杀哈 同学不要这样搞啊 好 再来 好 再来 3481的群创 买在16块还可以解套吗 46块你就会买在这里嘛 对 对 同学都都都喜欢冲上来再去买 对 我觉得好奇怪 哎 我记得当初有人在解的时候 当初在10 呃 当初在14块多 我跟你讲 这种线型 有没有破低点 没有嘛 没有破 没有破 我说他会冲上去嘛 是 啊冲上去 到这个相对的高点的时候 你又去追了 你在这套一次不够 啊你要套第二次 要套第二次 对不对 啊你 当初听我的话在这里就抱着 抱着抱着抱着不动 啊突然涨上来就把它卖掉 对 哎 你不要干了 从这里涨到这里 也涨了 两次涨停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哎 13涨到16块多也两次涨停 对 也两次的呢 嗯 啊 啊这里你看不起他 啊爆量你就去追 同学有时候你们做股票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啊 有时候我都会 耳提灭命的提醒你 啊 那我是说爱普就已经见底了 啊 350 我有call会员买355 新参加的都有啊 那救会员手上有的去续报 买了以后如果可以做现股当冲 我们就做 像譬如说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拉长红 我就带你做现股当冲 这一天我就带你做 对不对 所以同学股票市场是这样 没有每天做的啦 棍石不生胎你不知道 是 三不五十做一次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啊 再来 好 下一题 2428的心情走势会如何呢老师 心情是被动延见的 是 啊 冲上去打下来 再冲上去再打下来冲上去 创新高 是 慢慢亮缩了 嗯 你等下一次再出亮 出亮的时候再 出亮 记得哦 如果出亮 出亮要过这个这个这个高点就不要追哦 是 过187就不要追哦 啊 他都是大量之后 亮缩就慢慢跌哦 是 大量之后亮缩就慢慢跌哦 是 啊 今天这种走法还算蛮稳定 嗯 但是如果再有一次出亮 啊 你有赚钱就出吧 是 好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 想知道更多股票资讯的话 欢迎加入老师的 Telegram W1788标股即先锋 那我们明天再见哦 拜拜 还有哈 同学 我今天会写一些东西 啊 W1788 我会把有一些操作的心法 写在里面 啊 W1788你加入 都有啊 加Line也有 啊 我只要跟你讲 我写的价位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啊 啊 股票市场就这么简单啊 那不要去追高杀低 你们每次赔钱都是追高杀低 该追不追 不该追 不该卖你去卖 啊 不该买 不要追你去追 啊 你每次这样搞你一定输钱 好 同学就讲到这里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